神秘的金城武每一波广告一曝光都超级的吸睛 继之前博朗大道的金城武术引起热烈回响之后 最近航空公司又在大楼的外墙上面 整个高挂金城武的海报扛棒 一下子成了台北的新地标 也吸引了很多的粉丝 就站在那边要想到那边怎么样拍 站在哪里怎么样拍才能够跟男神最完美的合照入境 我们的记者各个角度来试试看 男神金城武的海报高挂在大楼外墙上 已经成为游客型的拍照地标 不过到底要怎么拍才能和男神完美入境 让我们拍给你看 角度怎么瞧路数都入境 站斜一点金城武的脸还是被树挡住 换个地方拍拍看 男神海报瞬间变小 整体看起来超遥远 当马路对面试试看障碍5更多天桥路数 统统入境 且要和男神完美入境来到海报正下方 手机仰角45度就能跟金城武轻松自拍 金城武代言广告每回必重 超吸睛 日前航空公司又在大楼外高挂 金城武大型看板 衰气的脸加上一双电眼 光是一张俊脸就足足有 20扇窗户那么大 无论站远站近都能感受男神 帅气逼人 也让不少游客忍不住停下 秒杀底片 不止广告吸引人 金城武出演的新电影 同样受到关注 跨越相思之苦 重逢的难分难舍金城武和常泽雅美 在新片预告中喊泪勇吻 让粉丝们开始期待电影上映 十几万部队的性命 谁拍胸部替这个主张负责 只是爱情剧片描述四十年代 三对恋人跨世纪的爱情 金城武全是军医 在镜头前留下一滴类的画面 更是令人动容 看来无论是广告还是电影 男神魅力统统五法党 记者孙培俊张贝兹 台北采访报道